宜兰 龟山岛 攀登401高地 每年的现在起到11月 是龟山岛开放登岛的季节 搭船前进宜兰外海约30分钟传承了这座小离岛 除了可以绕岛 有海上跳响它壮丽的一面之外 最棒的体验就是登岛 这座居民已经全部撤离之台湾的岛屿 除了长远舟被高爽的青山 所环抱的天然活泼 但一窥它绝美了一面 岛上的军师坑道 遗迹 现在起也有部分开放给游客探秘 有时间也有体力的话 建议不妨再爬一下全岛最高点 401高地 落差401公尺的速段阶梯行步道 全程共有1706级阶梯 游走在林蔭里 眼前呼抖呼缓的山路 看似无止境的 庆幸的是 路程中有两座观景良亭 带人歇歇脚 终于双脚踏上了1706阶 来到了401高地的顶点 踏着已经发软的脚步 爬上三层都高的眺望台 眼前的画面 让人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前方是皮特一头乱法的龟手 后方则是长长的鹅卵石龟尾 而这些绝美的画面 就在眼前360度展开 让人惊艳极乐 返回台湾本岛后 还可以周近造访邻近的小渔港 这座邻近的冰海小村庄 近年来因为村子里的数十只猫咪 引发网友追逐拍照 而让这里有猫咪渔港之称 可爱的小猫咪 逗趣的模样 爱猫的你可别错过了 动新闻已然报道